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湖碼頭公園星期日晚8時左右發生4級大火 消防員徹夜粉戰,大火在星期一下午撲滅 目前二湖市警重案組已介入調查火警起因,暫時未有公布是否人為中火 二湖市長科特在推特上說,大火導致整個碼頭公園 和舊碼頭完全損毀,對二湖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 碼頭公園是深受二湖居民喜愛的休閒場地 建於2009年、2012年改建後重開,耗資2500萬元 包括一條500米長的木板步行徑 公園內還有兩個兒童遊樂場 大量的場椅和座椅,以及一個籃球場和多個綠化地帶 適合各種活動,例如野餐、籃球、日光浴和踩單車等等 受到大火波及的,還有二湖標誌性的公共藝術 英文字母W雕塑可幸仍然押納不到 這個全名Wall New Westminster的雕塑,由四個貨櫃組合而成 由巴西藝術家Jose Hisange 創作 高40呎長140呎,是國內目前最大的戶外藝術展品 是國內的特選 感谢观看